请收看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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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三仪会万年争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蝉老祖玄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庙之圣王产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一京大学法师讲师代表 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 九九法会谈上 中华民主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终 列终朱祖灵 十庞法界三界万灵众等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共修讲解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的妙华 多得 有如虚空 那么宽广 智慧的唯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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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整整三十年 这三十年来将中华文化道重 已经封水 儒家思想 佛家思想 道家思想 百家思想 荣为易卢 成为在台湾 一个新兴宗教的法文在台湾 台湾是一个中华民族文明的 民主的文化和文明 所以本维新圣教在台湾 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岁月 但是已经将中华文化 满三千大千世界的文化架构 在台湾重新把它成为一个大龙卢 所以王展老祖的宣伐 妙华 在今天中午 我们早上共修完毕的时候 本维新圣教的弟子 黄春枝教授 他是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心理学的教授 他专门研究中华文化道童 以心理学说 百家思想荣为易卢的大工程师 中午 中午他拿到 今年我们要祭祖 升坛供养华宝 其他的 很多很多的 百家思想荣为易卢 尤其 尤其 就将本人 在这么三十年来 所归纳 荣为易卢 把它分为 上 上古也好 或是前段也好的 好 鬼谷文化 鬼谷文化 好 那 就 好 昏为前段 就过去的 过去文化 那这个 现在 近代 文化 荣为易卢 这一个就是丹 念丹 就我们的近丹法文 就是 太极 一阴一阳 这就是大道 我们这个大道的根源 这是鬼谷文化 当下 在台湾 维新盛校 的鬼谷文化 大终如这个丹 在 在 2240年前的 清朝 好 徐湖 东渡 日本 西湖 西湖 东渡 日本 将 中华文化 那么 前秦 以前的文化 中国 在 当下 在民国以来 民国以来 在台湾 在 民国 中国 好 好 这个 在台湾 这个文化就是 将易经 风水学 风水学 这个也是将易经 还有这两个文化 而在 日记时代 日本 占领台湾 的时候 船到 台湾来 当时的 日本 要来见台湾 总督府的时候 他们一位工程师 就将 当时 鬼谷文化 到日本 又接到 台湾来 所以本人 接到 日本 来的 这个 易经 风水妙华 再加上 我们的 唐 理工 理工 实义 主书 也在 从民国以来 传到日本来 成果在台湾 一个 中华文化大总统 这里 这是 风水易经 风水易经 整个中华文化 流到日本 一部分 到台湾来 又一部分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当下 成为 现在 台湾 鬼谷文化 鬼谷子 新法 在台湾 在台湾 的道理 那么在台湾 就是本维新圣教 本人 有姓 天意 我知道 秦朝 那时候到日本 然后传到台湾来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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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 成为当今 现在 唯新圣教 鬼谷子 鬼谷子新法 鬼谷子文化 所以我看到黄教授 他写了这本 四十几万个字 就是 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鬼谷文化 的发展 与世界和平 在台湾 我看 心里也很感动 竟然王毯老祖来台湾 传了这么多的妙华 我一直讲讲讲过去 除了 我们 维新圣教 医药出版社 社长 原和法师 他的 肺心 肺神 把身体都弄坏了 而会整出来 大集结 我们的法宝 龟谷子 新法法宝 总共 有三千余册 的法宝 留在 台湾 和未来千秋万世 是 视为 中华文化 在台湾 重新 弘扬 重新 发扬 这个是世界 和平的 灯塔 所以 我们 庙华 这是一个 圆满的 金丹 维新圣教 世界和平 这个四十八大院 这个金丹儒 就是真正的金丹 文化大熔儒 所以下一节呢 我会再 重复 向各位 复习 中华文化大熔儒 在台湾 维新圣教 也是未来世界和平的灯塔 那么当下 我们维新圣教的 王山老祖所培养出来的 我们的这些 法师 讲师们 还有 我们所有 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 大家共同 花心 花大愿 吃钱出力 付出爱心 为整个世界的和平 树立这展世界的和平灯塔 在台湾 所以在德国 在前几年 我们中华民国 前考试院的 考试院 全系部部长 朱武宪部长 到德国去留学 法学博士 在德国的教授 他们研究中华文化道童 疫经 研究得很好 问我们朱武宪部长 说中国的疫经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朱部长 他自己 哎呀 我们身为中国人 对疫经 把它放弃了 摆在一边 没有去研究 竟然德国 他们对疫经的研究 这么多深入 不是只有法学上而已 尤其在工业科技方面 德国他们应用疫经的智慧 来发展国内的经济 发展国内的科技 发展工业等等 我们中国人自己自称是优秀的民主 自称是意间发祥的国度 结果我们把它困为外道 所以我想起来也感觉 有点可惜啦 所以我们国内的很多 学术界也好 科技界也好 企业界也好 你们对于疫经的看法 都在旁边 在挖一挖洞 在看里面 结果你只有看到一点 你看不到全面的它的结构 所以很可惜很可惜啊 我们有企业界的朋友 尤其现在我们企业界的朋友 很多很多 也会来问企业的经营投资等等 尤其要知命 要知道印 要知天命 所以我们当下呢 我们在座的法师 袁林法师呢 在台北万华 去这个教室 我们的很优秀的法师 他是台湾星相学会的会长 理事长 对于星相和义经 相像是鬼谷子的在转世 存团尊人 他所传下来在世间的花宝 这鬼谷子 从 福西市开始 陆陆续续 投胎转世在中国 甚至在国外 投胎转世了 好多好多的 是 我们有的不了解 但是鬼谷子的智慧 它已经布满了整个地球 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时空 所以鬼谷子宣法 当下呢 在台湾 在台湾全部整合 成为世界和平的灯塔的一盏 滑宝 一个大的金丹 每个人生命 心灵依归的大滑宝 所以我们今天 非常有幸 能 参败王残老祖 学习王残老祖 首传给我们的 《易经风水学庙法》 世隆工商百家思想 都离不开《易经》的 点点滴滴的范围 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社会大众 大家学习经 做人处处口安心嘛 大家学习经 做处工作口顺心 大家学习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耶 所以大家学习经的 哦 这个天命 在本为新圣教 我们在三年前 一直遵照王残老祖开示了 要将《易经》的妙华 落实到幼儿 学童幼儿 开始就点燃一盏 智慧之灯 在小孩子的脑海 直接进入新田 所以我们三年来 在台湾 由儿童学习经 推广中心 林松校长 袁申 法师 和所有同修 共同努力 在台湾 努力弘扬 推广 推展儿童学习经 现在有175万个小朋友 有学过《易经》 所以有学过《易经》的小朋友 马上归纳起来 第一 孩子的聪明 比往常聪明 第二 乖巧 第三 有礼貌 第四 叛逆性少 第五 迫害性小 所以一花开5月 结果自然成 我们也以今年 用世界国际的论文标准 也做了一本 非常非常完整的 而且非常正确的 调查 报告 在今年元旦祭祖的时候 会供养法宝 供养呈现给中华民族 列祖列宗朱祖灵 唯宴列祖列宗 在天之灵 能够共同来转 这儿童学义经的法轮 走 今后 优秀民族 中华民族 在台湾点燃一盏 世界和平教育的灯塔 直接树立在中华山族 未来千秋万世 每个人的心中 我相信世界和平 在我们当下的眼前 所以中华文化道童 悠悠岁月七千年 还年祖孙一万三重千 祖德流芳 华宝 三大千 中华文化道童 岁月 虽然只有七千年 但是 义经 他的心法 他是无量节 百千万一年 本来就具足 在我们的心中 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只是我们没有开发出来而已 所以 本为新圣教 尊天华旨 将义经的妙法 向下砸棍 落实到儿童的每个人的心 心中 我们也希望 政府教育单位 有智慧 不要在外面 看里面 这个虾子摸像 这也不好 那对我们 已经来到世间投胎转世的 各位天上的 都是天神来转世 来投胎 我们是来世间是寻宝 来认金丹 所以来寻宝 认丹 找金丹 这有如当时秦始皇 他 因为夺到天下 就怕死嘛 想要有长生不老丹啊 那么 好想到说 开始要起无道 要魂书坑主 那么回骨子啊 王产老主 回骨子啊 他看出天意 所以叫徐虎真人 徐虎也是王产老主的徒弟嘛 叫他赶快溜到东海去 到东海去 就到东方 到日本 到东莹去 那理由 就是说 要去采 藏生不老丹 所以像秦始皇 包括东方的地方 日出东方 有一个不老丹 出了长生不老啊 所以秦始皇 听到这里呢 哇很高兴了 就 让徐虎 到东莹去采 不老丹 东方 事实上不老丹 就是太阳 光明 无量光 就是太阳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就是无量光 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丹 结果秦始皇 他就 宣许 祈福到日本 第一次去 自己去走了一趟 回来 再要五百同男同女 到那边相对炼丹 就是王产老祖 玄妙真经 所说的 东方 有木工 西方有金武 相对炼丹 那中国 就是 在西方 日本 在东方 所以 就是相对炼丹 就是 易经大道 日月 日月同归 这是丹嘛 才有一两日月最常生嘛 可惜 天理 天理 南 昏明 若有 真圣 鬼谷子 一出 天下 他这个丹 都战绩 所以 真圣鬼谷子 就是我们这个金丹 真圣鬼 一阴一阳 是永恒不变的 日月 生同归 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 在庭在庭 鬼谷子就是我们的天心 一发修行 一江峰行 东传归心 世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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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